暗影植物 普通状态和暗影状态差距有多大 今天这期视频就来谈一谈 暗影草 普通状态 当暗影草存在行有僵尸时 它会伸出触手将僵尸拖入地形 然后就会消失 暗影状态 可以拖三次僵尸 每拖一次僵尸 都会损失一根花 夜影犹桃 普通状态 在种植后爆炸 爆炸对僵尸造成伤害 并在原地留下气体磷 可以使僵尸持续减速并造成伤害 暗影状态 可以创造暗紫色的气体磷 使僵尸中毒并持续减速 夏威夺 普通状态 相当于缩小版的坚果 拥有2500点生命值 暗影状态 生成具备反伤能力的果冻 反伤比例 25% 生命值2500点 并且受损的果冻 在没有受到僵尸攻击时 是可以进行恢复 幽默投手 普通状态 向本行僵尸 投掷花苞攻击 子弹附着剑射伤害 暗影状态 可以同时向三行的僵尸 投掷花苞攻击 暴君火龙果 普通状态 投掷带有建设效果的果实 造成伤害 暗影状态 果实具备毒伤 可以直接无视僵尸防具 伤害到本体 暗影弯斗 普通状态 捕出一颗小小的暗影子弹 攻击前方的僵尸 当僵尸靠近时会缩入地里 僵尸踩踏就会被拖到地下 同时自己消失 暗影状态 发射暗影光束 能够穿透僵尸 并附带减速效果 第二形态 可以拖三次僵尸 最有特色在于大招 一个月光花的大招 是发射一个子弹 小范围爆炸 两个月光花的大招 是发射一个大子弹 大范围爆炸 三个月光花的大招 是发射一个中子大子弹 全场爆炸 相当于弱化的战术黄瓜 夜影龙葵 普通状态 当前方一格出现僵尸 它会用叶片攻击僵尸 一共有三片叶片 当全部消耗完的时候 夜影龙葵将无法再进行攻击 暗影状态 能远程发射叶片 同时叶片可以重新生长出来 暗影夹蓝 普通状态 可以投掷暗影球 暗影状态 每一次攻击都将进行暗影充能 亚兰的叶片被持续点亮 充能完毕后发动暗影雾气 这一排僵尸造成伤害 也就是能让僵尸受到更多的伤害 忧郁藤蔓 向八面发射毒物 对三乘以三的僵尸造成伤害 可种在非藤蔓植物上 还能让同一格的暗影植物 进入暗影状态 月光花 普通状态 每隔一段时间产出25阳光 暗影状态 每多一个暗影植物 每次生产就多增加25阳光 最多能到100阳光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